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是人类史上最邪恶的一个组织的核心的管理层 这个管理层叫中共中央政治局 菊花的菊 5月31日召开会议 说是他们讲的他们的那种宣传语言 叫什么 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及配套支持的措施 有利于改善积国人口结构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保持人类资源领富优势 胡说八道 我们还是往这个正面上讲一讲吧 这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为国尽忠 为国刑防 为国打炮的机会终于来了 千万不要共振 要车振 振自行车的姿势 要童子拜佛 振两座车 要观音作年 振三箱车 要轨子打枪 这公交车则是霸王举顶 是吧 鲁迅先生讲 运交滑盖 欲合囚 未敢翻身 已碰头 说的是在紧凑型车里面 用公交车的姿势 这显然是不恰当 人车互动也讲八龙八尺 姿势再多 无非一进一出 为国生娃 要鞠躬尽瘁 天苍苍野茫茫 一束梨花 鸭海棠 车铃铃 马萧萧 无数英雄 近折腰 是吧 现在呢 好像是数字 或者是文字当中 带三的呢 都会重新来一遍 来冲洗 三地版的金瓶梅 三路因幼儿奶粉 三地蜜桃成熟时 这些电影给大家注心用的 三上优雅 随心选 问题是动物农庄的中国 它的政治逻辑非常的喜感 四十年前 中国呢 一共有七亿的人口 当时呢 就就完美的这个 是吧 宣传 说是粮食不够吃 要进行计划生育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您天十座坟 不多生一个人 该留不留 八房千牛 对吧 我高中那个时代的时候 因为计划生育 拆农民房子的 那是比比皆是 最 我觉得 好像最惨无人道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反复讲过很多回的 就1991年的山东冠下和和新县搞的那个百日无孩运动 运动当中喊的那些口号 如今依然是言犹在耳 什么 您断子绝孙 也要让党放心 上吊给根神 喝药给一瓶 据说现在 为什么说的逻辑 逻辑感很喜人呢 或者叫逻辑非常的喜感呢 因为过去七亿人 嫌人多 搞进化生育 现在十四亿人了呢 又嫌人口少 这是那么的道理啊 搞不懂 现在呢 开始鼓励进化生育 两个独生子女 照顾四个老人 外加三个孩子 再加上996 你除了学习柬埔寨 安排这个军人和检察在门口监督夫妻刑防 我觉得除此以外 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夫妻刑防 他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这个不磨羊工 尽职尽责 这是很难讲的 不过办法总还是有的 要想鼓励生育 比如公务员 不申购二胎 不可以净身 处级以上干部 是吧 不申购三胎 不可以净身 厅级以上干部 所有的寄身用品 一律下架 严厉打击黑市交易 避云套的行为 境外避云套带货 按走私和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处理 顺道问一句 如果我现在要开一个网店 或者向中国兜售治疗 阳尾的伟哥 在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这是不是要表彰一下 我这爱国行为呀 不知道 昨晚呢 我看到这个生三胎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想 美国穷人生娃呢 基本上是靠联邦的退税 和周周的婴儿计划 所以这些家庭呢 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孩子的上学呢 也都是免费的 所以可以一直走下去 当然了 我作为一个保守派的人 我并不认为 这个政府主导福利是正确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不放在一起讲 但是呢 至少说在目前来讲的话 这种国家的福利主义呢 你要是和那个中国那种 拿人口当畜牧业来 搞的这么一个流氓国家 这么一对比 那国家福利主义 显然是那是人类的事情 它不是动物界的事情 但问题在于就是 中国的年轻人 他拿什么养娃 居然还要生三胎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大家都别费劲了 直接撇墙上算了 是吧 有一个网友说了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非常的心酸 他的故事是这么讲的 说中 应该是他的亲身经历吧 他说中午楼下吃碗面 老板小两口问我是不是 是不是对附近比较熟 他呢 这小两口呢 就是那个面馆的小两口呢 想给孩子找门路上小学 他们老家呢 是陕西静养的 两口子呢 和这个父亲呢 都是都在西安 回老家上学 不现实 托人 托关系呢 问一下上小学呢 要价是十万 太贵了 交不起 这个面馆呢 有一阵呢 半个月呢 没有开门 然后呢 问一下原因呢 是这个小南口的父亲呢 又住院了半个月 一家小面馆 起早贪黑一年 能赚多少钱 慢说三台 能把这 这一个养大上学 就已经上高 烧高香了 虽然这是个例 但具有普遍性 当生产育儿高额择孝 课外补习 课业辅导 普遍内卷化的当下 绝大多数 没有内卷优势的韭菜们 夜一继日 在奔忙着上有老 下有小的生存线上 一胎都不想生 还生三胎 这是这段网友 讲的一个很心酸的故事 然后推特上呢 有一个老网友 发这么这一条帖子 也很有意思 他说 这个网友就 比较愤怒了 以前问一个同学 生孩子这种事情 还要拿指标 要政策允许 你不觉得这本身 就是很反人类的吗 然后他那个同学 用他的话讲 就是这傻逼 把脖子一杠 眼珠一翻 说你一净扯淡 国家经济不好 不控制人口 都他妈吃不上饭 你给养着 这个帖子有脏话 我就照读就完了 是吧 但是这个帖子呢 就是这个 发这个帖子 这个网友的同学 我觉得真是 就是地道的中国人 中国人可能就是这样 中国人是多么 体贴自己的政府 中国政府 调整人口 是按照调整猪肉 养猪 猪的价格 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当这个猪肉的价格 三十几块的时候呢 恨不得就鼓励全中国人 都养猪 然后各大媒体 齐宣传 某某某某博士 博士 回乡养猪 一年收入上千万 就这样的这种 这种怪蛋的新闻 就到处都是 然后等到这个猪肉价格 回落到十二块的时候呢 又到处限制养猪 然后拆猪卷 这就是中国人干的事情 非常的喜感 随便扒了几个 前几年生了三胎的 一些具体的案例 第一 凤凰网2013年12月报道 2013年的12月1日 张艺谋 声称和他的这个叫陈婷 育有两子一女病院 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对此造成不良影响 表示歉意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 按照这个江苏的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办法 张艺谋一家生二胎 需要交的罚款 是807万元 生三胎需要缴纳的是 1.6亿元 两者相加 总罚款达到 2.4亿人民币 但是最终好像老模子一共交了748万罚款 第二个消息是弧度 2020年的6月的报道 广东番鱼区一对夫妻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以后 被当地的卫健局征收社会抚养费 合计32万元人民币 夫妻二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法院启动强制执行 上游挪患癌症的老人 下游三个孩子等待养育 全家陷入绝境 这是 这还是去年的 去年6月份的事情 还真是不是很久远 再有就是2019年 搜狐的新野市一个自媒体的消息 这个自媒体消息说什么呢 叫河南的宜川县 京子关镇 12位村民因为没有及时缴纳三胎的社会抚养费 银行账户被冻结 这是前年的事情 也都是很近的 新京报2021年3月份的报道 2020年的8月 杭州的李律师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在那一年的12月 然后李律师被杭州萧山区党政府 在合庄街道办开除 我觉得这个类似的新闻 你要是愿意认真看的话 巴了巴了还有很多 总之这个中国人呢 一直是讲 是把这个人口呢 当序幕业在搞 一胎化呢 磨杀了少说有脸一胎儿 这么一个邪恶的国家 它为什么还能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在40多年的这个计划生育的暴政当中呢 当然首先饱受摧残的是妇女 这不用讲 之前我介绍过 是吧安康的那个事情 那个人这个都提过很多回了 事实上呢 中国这个国家呢 在1949年这个地图啊 变得像鸡一样的时候呢 成为大鸡国以后 它对待妇女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和谐 我甚至觉得这个中国的汉语词典念 应该加上这样的词条 才配得上中国的文明高度 女或者叫妇女或者叫女性 不入科 人属 主要用来娱乐和繁殖 肉可以吃 皮可以做灯罩 本朝太祖 腊主席一开始曾在各个部门的和机构 床上床下 台上台下 会里会外 屋里屋外 广泛使用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事业 应该这样 这样来描述就比较恰到 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对不对 日后提拔嘛 其实不论生一胎还是生三胎 只要妇女的生肢器的决定权 还在政府手里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认为 这不是一个人类的国家 这是一个畜生的国家 这是一个动物的庄园 这是一个从上到下 全是畜生的这么一个国家 网友吴三桂的一句话 我深以为然 而且认为是当务之急 吴三桂怎么讲的呢 他说是时候把习主席和问雪 在美国的私生子公布于众了 为了国家的利益 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不容易 说得正好 不愧是大汉奸吴三桂 真的是佩服 不过最后还是要忠告一句 家里用过的避云套 千万不要随便扔了 要洗净晾干 接着用循环使用 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以后你要再从黑市上购买避云套 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切记 手银可耻 带套有罪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对不起 不认识 不要冠军 不认识 我 不认识 我 不认识 我 不认识 不认识 我 我